香港人生活壓力大 工作忙碌 甚少休息時間 不少人工作時間 每日可以達到10至12個小時 每週或只有一天的禮休 回到家又要做家務 或照顧家人的老友 導致身體無法得到完全休息 隨著歲月老去身體機能減退 輕則長期周身酸楚乏力 重則會脫頭髮 月經混亂 遺症 甚至輻射圓谷不法等等 現代人喜歡用虧一個字 形容相似的狀況 而中醫的角度 我們認為當排除重大的疾病之後 這類慢性虛損性疾病就稱為虛勞 古書皇帝內經詳盡聚述了 養生的方法和重要性 每一個人因應先天品賦和後天養育 而形成了體質不同 有較為強壯 亦有較為虛弱 各人在虛損後 恢復的速度亦不同 因此即使同樣捱通宵 或做同樣的工作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過勞界線 大家可能聽過六味地王院 今季腎氣院等中成藥 與今季要略一本書有很大關係 虛勞一病最早記載於東漢的今季要略 裏面舉出了很多病因 臨床表現和相應的放藥 書中提及食傷、休傷、飲傷、防塞傷、機傷、盧傷、經絡榮慧氣傷等 因為過度飲食、過極情治、過多防視、長期過度飢飽、過勞等 當超越了個人的界線 而未得到及時的休息或條理 久而久之就會形成虛勞病 以下簡述五個最常見的病因 第一 品赴薄藥、體質不強 體質不強的人不耐操勞 恢復的時間亦都被一般人較為搶 休息不足的話 入久不復就會成為虛勞 第二 煩勞過度 皇帝內經提及 久視傷血、久餓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根 視為五勞所傷 當長期處於同一個狀態就會容易傷身 逐漸傷及氣血及五臟六腐 第三 飲食不折、損傷疲違 長期的暴飲暴食、營養不良、肆肉偏食、飲酒過度等等 會損傷疲違、減弱消磨水谷的能力 化身精微、氣血等的功能就會受到影響 香港人因為飲食而出現脾胃問題的患者 遺數亦都不少 第四 大病、狗病失於條理 在大病之後邪氣過性 撞腐氣血損傷 或者因為病後失於條理、正氣虧損難復等等 都會使到正氣耗損、由虛自損 逐漸發展成為虛弱 用回俗語來說 就是大病之後會損傷元氣 及時的調補 可以延緩或預防虛弱病的出現 第五 誤字失字、損耗正氣 由於診斷有誤 或者選用錯誤的治療方法 藥物不當導致了正氣損傷 既然誤治療 亦使陰症或陽氣受損 從而導致虛弱 中醫如何診斷虛弱病? 虛弱診斷依據有三 第一 根據臨床表現 在形神兩個方面的改變 例如消瘦、厭食、氣短、日夜汗多、面容潮水 手足心熱或手足怕冷 物浮大或物虛無力等多方面的表現 第二 就是時間和病因 患者需要具有引起虛弱的致病因素 和教腸的病史 第三 醫師必須排除類似疾病 例如肺爐或各類癌症 治療應該從多方面著手 包括藥物、運動、針灸、食療等 治療的時間亦都教腸 患者應該諮詢了註冊中醫師的意見後 才安排食療 了解自己的體質和病情 否則容易弄巧反絕 相比藥物治療 消除引起虛弱的病因才是根本 預防勝於治療 患者應該更加注重養生 順應四季的氣候 溫度、冷熱的變化 慎重飲食 戒一些肥膩、辛辣、重口味的食物 亦都要配合適量的運動 規律作息、戒煙酒等 而患者容易忽略的是情治的調養 因為過激的情治和壓力 仍然會阻礙康復的過程 甚至加重病情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